马天华 伤害强盗鲁人 毒品教育前科 道上的人都叫他铅铅 最后我会用更高更好的规格 来办你的上面 我觉得要做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是要用你的作品去跟大家交流 而不是你本人说很多东西去让观众了解你 久未露面的霍建华 去年下半年特别出演林心如制作的华登初上 这也是夫妻二人婚后首度合作 他过去曾是中国大陆一线男神 因为不用社群网站 自2020年后又没有作品上市 新闻全围绕在他和林心如的婚姻生活 人气早已不如以往 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究竟是他自己的选择 疑惑是有其他原因呢 一直到现在 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你刚刚讲很多东西你的心不一样了 当然可能智慧增加了 你觉得哪一些不一样呢 我内心变得很强大 我以前是一个很怕事的一个小孩子 我是一个很 我们蛮胆小的一个小孩子 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解决不了 霍建华从小就长得清秀可爱 学生时期还是篮球校队成员 迷倒不少学姐学妹 他虽然个性内向 却怀抱着歌手梦 17岁就与经纪公司签约 为了能增加磨练 公司安排他从幕后做起 曾担任曾国成 林美珍的助理 服完兵役后 苦等五年的他 2002年终于以偶像剧摘星出道 正式开启演艺生涯 麻辣仙师 海豚湾恋人 细节少年 千斤百分百 霍建华走红速度惊人 一年嘎了七部戏 却也让他濒临崩溃边缘 我陷入我的人生 最低潮的一段日子 我压力达到 去看了心理遗失 这是我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时候我刚出道 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给我机会让我拍戏 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助理的 我们是一个人 我是骑摩托车拍戏的 因为骑摩托车 而且我是北中南 我白天早上起来 可能四五点起床 我是要到这个剧组 然后中午以后 我是属于这个剧组的 然后到晚饭的时候 我是这个剧组的 然后最后我要在凌晨大夜 再回到第一个剧组 我的生活是这样过的 那我自己骑车 后来我后来拿到第一笔骗托什么 我们马上买一台很普通的一个国产车 因为我没有办法 骑车我好像太危险了 真的会撞死 就开始自己可以开车赶通告 从清闲到半夜不用睡觉了 基本上不能睡觉 每天我的睡眠时间 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 我过了整整快 快将近一年这样的生活 经过那个以后 我就希望自己的工作 我就其实就 就去往另外一个路线发展 我就开始没有拍一些 比较无线的东西 我开始进入武侠世界 我没有想过会拍武侠剧 对 我开始做一些 很高难度的戏 为了跳脱嘎戏地狱 与磨练演技 他依然决然抛下台湾事业 飞往中国大陆 从武侠戏重新开始 天下第一使他走入 大陆观众的实现 先见其狭传三位 他赢得广泛关注 花千古则带他走向 事业最高峰 连续假期的时候 我们在横店拍戏 就有很多的游客 那是大概几百万的游客 在影视城里面 我根本没有办法拍戏 因为我已经被 就是我连厕所都没有办法去 对 是很多的困难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对 我很坦白的我讲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因为我出去就完蛋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最后是被 被工作人员带回我自己的车上 车上 然后我再 简单解决 简单解决 然后我再最后再到点 我没有办法上厕所 很多的无奈 你会觉得说 不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霍建华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 每一步都要求自己比上一步好 十年的功 巨成灿烂 惊人的成果绝杯唾手可得 我看过你的一个排序 我不知道正不正确 就是说如果说人生分成几块的话 你的顺序第一是工作 对 第二家庭 第三也许爱人 对 第四才是朋友 对 这跟很多这个男演员不一样 很多男演员 很喜欢朋友啊 有时候朋友是中一气啊 意气啊等等 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称兄道弟特别傻 我觉得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碰到可能利益啊 或是任何有要纠结的事情的时候 也许这个朋友的称兄道弟 根本就是空谈 我绝对很讨厌人家 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口中 哎 兄弟不是兄弟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这些兄弟是看 发生事情的时候 对 还在不在 那才叫这兄弟 基本上没有什么 我很挑补 而且我的工作让我很孤独 让我是很孤独的 对 那正因为这份孤独 我觉得就 会让我与众不同 会让我在演戏的时候 都跟人家不一样 2016年5月20日 霍建华官宣 他与林心如的恋情 7月31日 两人在巴黎岛举办婚礼 2017年 一月洗以女儿出生 同年5月 如意赚杀青 10月 霍建华在大陆的经纪人郁红 于微博宣布从工作6年的华杰工作室离开 由于郁红没有出席霍林婚礼 网友纷纷开始猜测 会不会是林心如想把霍建华迁进自己公司 所以才导致郁红离职呢 真相至今未知 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可以看到霍建华有逐渐淡出的迹象 我宁可跟我的影迷 保持一点点距离 对 让他们去 作品中了解我 这是我最希望的 2018年 正当如意转热播之际 他的华杰工作室宣布关闭微博和脸书 表示未来要用影视作品和大家交流 然而没多久 整个微博和脸书就全部清空 让粉丝连回味过去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说要用影视作品交流 他接下来只拍了电视剧《祝梦情缘》 跟电影《大约在冬季》 2020年开始 再无作品见识 阿爸 视他女如命 他对假日是一个非常有感的人 从来不是想 特别经营我自己的形象 我只是说我喜欢做什么 不管做事怎么样 演戏怎么样 起码我是善良的人 我不是坏人 怎么开心怎么来了 真的我觉得只求一点 就是说有好戏拍 有贵人提点你一下 我觉得够了 其他我都可以不要 你都可以不要 除了家庭 除了家人 除了清醒 其他我都可以 都可以什么 没什么大部分 我觉得就是常常会想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些 常常会想这件事情 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些 如今的霍建华 每每登上新闻版面 不是跟林心如逛街 就是和林心如吃饭 甚至连与林心如吵架都被拍到 一线男星只剩夫妻日常可看 有那么一点令人惋惜 不过男神下凡也有种一样的亲切感就是了 其实他在大陆打拼这十几年 现行令还没发威之前 拍一部戏至少2.9亿元台币起跳 下半辈子早已不愁吃穿 如今这样半退休的状态 不仅能停下脚步休息 享受生活 还能陪着女儿一起长大 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霍建华可是著名的戏吃 这次特别出演《华登初上》 仿佛就在预告 过不久就会带来好作品与观众见面 大家再耐心等等吧 你现在看任何本子都不入眼了是吧 所以我现在看不了本子啊 人家拿给我看本子 我看不了 对啊 好难遇到 对啊 所以我宁可静观其变 也不要贸然地去破坏 现在对这种拍戏的这种感觉 如果我现在接到一个不太好的 或是班子 或者是不好的本子 不好的合作对象的话 那我宁可先休息 希望有一天我也成为戏骨 哎呀 可以啊 不要戏骨 就小骨就好了 花千骨就好了 花千骨 对啊 这一两年 大家太多的那种 对于你的私生活的评价 我也觉得有点烦了 那希望用一个角色让大家闭嘴 只是说 其实他真的也蛮好的 说真的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他的 其他的东西呢 对啊 可以 这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过来 就 贵谢观众